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他们说孙邪志有在其中 我听到什么说什么 有没有这件事 你心里清楚 是人是鬼很容易知道 不然可以找汪建民出来对 至于孙邪志 林炳文透露和一些债主协商过程中 债主透露孙邪志也参与其中 他介绍人借钱给彭哥 对方收三分利 他牵线后收五分 至于有没有像地下钱装借我不知道 事情爆发前 他就下车了 说起孙邪志 他于1978年出生在台湾高雄凤山 曾是男子团体5566的团长 孙邪志出身单亲家庭 出生前 父母亲及离异 由母亲孙丽君独自养育成人 其母曾担任歌厅助唱歌手 并于蓝宝石大歌厅等秀场登台演唱 退伍后 他被乔杰丽创办人孙德荣网罗为旗下艺人 加入男子团体5566并成为团长 身为男偶像的孙邪志 在感情上 也曾屡屡爆出新闻 他被媒体爆出来的第一段绯闻 是与小贤的恋情 女主角小贤从出道以来 绯闻就不间断 和历任男友交往 时间都不到三年 与孙邪志主持节目来电 但恋情甚至维持不到半年 就已分手收场 大家都知道 演艺圈里因为合作而相识 并且发展成情侣的势力数不胜数 而孙邪志与他婚变女主的相识也是如此 那年 一部连续剧《天下父母心》 间接成了韩瑜与孙邪志之间的红娘 孙邪志是个温柔体贴的男人 在剧组相处的日子里 他对韩瑜非常照顾 而且两人之间的话题很多 很聊得来 韩瑜也喜欢跟他分享自己的心事和趣事 就这样 在日渐的接触相处中 韩瑜和孙邪志之间的感情渐渐升温 自然而然发展成一对情侣 相恋一年半之后 孙邪志便向韩瑜求婚 并且求婚成功 于同年登记结婚 只是在领证的第二年 孙邪志与韩瑜才正式举办婚礼 只交往半年就闪婚的韩瑜 孙邪志 一直是粉丝心中的模范夫妻 然而 谁也没想到 孙邪志和韩瑜之间的这段婚姻 仅仅维系了四年 便画上句号 离婚讯息先由孙邪志简讯曝光 随后 夫妻两人各自在社交账号上贴文 证实离婚事实 韩瑜与孙邪志离婚的原因一直都是众说纷纭 有传是因孙邪志经纪公司经营不善 成为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孙邪志的助理回应 经纪公司不动心仍在经营 烧钱应该不是离婚原因 孙邪志也未负债 称他们都觉得有些事情退回朋友的位置反而更好 还有媒体说结婚四年来 因为双方工作太忙 导致做人计划一言再言 韩瑜也曾坦言因为被催促感到很大压力 但对此 孙邪志的前经纪人孙德荣则表示 孩子不是离婚的原因 孙邪志对于没有小孩而离婚 也在社交账号上抒发新生 强调二人并未不合 离婚是为彼此好 而对于外界猜测最多的未生小孩问题 他直斥 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还表示 因为小孩也有他自己的人生要面对 所以有无小孩对我们而言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现实的婚姻里有太多事需要考量 太多事是无法解决和需要顾忌的 此外 还有孙邪志的亲友爆料 只孙邪志在离婚前就知道韩瑜与黄少奇的暧昧情 亲友更爆料 只孙邪志在离婚前夕 更形同被韩瑜赶出家门 引起舆论热议 面对赶孙邪志出家门的指控 韩瑜依旧不愿说明一切 仅在社交账号上写下 当个个性 坚强的女人不是我的错 而是我的选择 韩瑜的经纪人 则直接出面否认此事 还表示 两人在曾经共同居住的房子卖掉后 都搬走了 韩瑜还想将所得分一半给孙邪志 一段时间过后 韩瑜的经纪人 再次松头表示 美小孩是压力之一 其实 孙邪志在圈内很有女人员 曾经在和日 及一人爱莎分手后 2003年 还被拍到带丁小琴回家过夜 不过 因为得不到孙妈妈的认同 这段恋情 风雨飘摇 让孙邪志左右为难 最后 两人挡不住压力 还是黯然分手 孙妈妈当下 还以老天有眼回应 可见 两个女人间关系之恶劣 孙妈妈常以古训不孝有三 吴后为大教会儿子 要她赶快找个愿为她传宗接代的好女孩结婚 孙邪志交往的女性中 韩瑜算是最得婆婆欢心的 但两人走不长远 也还真是难为她们了 在与韩瑜离婚之后 孙邪志很快就与夏宇童传出了绯闻 尽管为对外认爱 但多次被拍到同框出门的画面 两人也不忌讳同台合作 恋情似乎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之前两人被拍到一起到公园遛狗 只不过焦点全落在身穿宽松衣服的夏宇童身上 只不过夏宇童似乎有点身体不适 还频频扶腰 摸肚 让人不禁猜想她是否怀孕 相隔几天后 再次有记者拍到孙邪志和夏宇童到公园遛狗 而女方依旧身穿宽松的衣服 身材明显圆润不少 对此 孙邪志低调表示 不回应 而夏宇童称 最近开始在控制体重了 希望过一阵子 大家会说自己身材很好 直接否认怀孕传闻 她的经纪人则表示 希望外界多关注夏宇童的新短剧作品 以及和孙邪志的个人频道 不希望两人工作表现 被感情模糊焦点 但是 虽然这段感情没有官宣过 却一直很甜蜜 夏宇童之前上节目时 曾分享感情世界里 被另一半吃得死死的心酸历程 说自己对外表冷漠 内心很火热的人 最招架不住 主持人曾国成马上接话表示 孙邪志是这样的人没错 惹得他当场哭笑不得 时至如今 外界仍然不清楚 孙邪志和韩瑜具体因为什么而离婚 但两人的生活 确实还要继续 直到现在 双方都没有再婚 大概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 彼此都变得谨慎 不想轻易开始一段感情 更不敢轻易再步入婚姻殿堂 在寻常人家 离婚是一个无法轻易做出的决定 但于一人而言 似乎会轻松许多 不过哪怕再轻松 只要是曾经真的爱过 总会经历一段情上 关于孙邪志的团体 5566 因为前两年重聚合体举办演唱会时 王少伟并未出现 因此传出不合传闻 直到前段时间 因为需要加紧防疫措施 原定的拍摄被取消 孙邪志和王少伟在社交平台上连线谈心 这才打破不合传言 据说 孙邪志还曾在寄了一瓶酒给王少伟 让两人可以在连线视讯时 边平饮边聊天 王少伟也把热爱的露营装备移到家中 让自己感觉好像 处在最喜欢的户外环境 王少伟表示 当知道孙邪志考上烈酒证照时 非常替孙邪志开心 笑说 你终于不是只有工作跟爱情的人 知道怎么好好享受生活了 谈话中也聊到多年来的革命情感 虽然现阶段没有合作 但彼此私下的感情从来没有断过 现在的孙邪志 仍奋斗在演艺事业上 孙邪志的前经纪人孙德荣还曾直言 邪志是5566中最穷的一个 都被前一个女人败光了 他如今开经纪公司又培养新人 很明显想当第二个孙德荣 但孙德荣却劝他快收掉 时机不同了 公司一开 一年最少烧掉500万 还看不出成果 培养新人根本是无底洞 孙邪志透露 在拍摄饥饿游戏时 曾因疫情中断 在时隔多日恢复外景后 孙邪志情绪激动到 对制作单位跟所有人来说 这真是值得感动的一天 因为早已习惯防疫生活 久违地能看到大家的面容 艺人反而都有点不习惯 王仁甫还说 这大概是一个半月以来 我呼吸到新鲜空气最多的一天 孙邪志作为当年 红极一时的年轻偶像 尽管不再吃长相的饭 改为平时力经营事业的他 却依然过得风生水起 只是组合5566 男友再度合体的时候 不少粉丝都遗憾不已 皆希望有生之年 再听一场5566 全员集合的演唱会 其实人生总是充满着各种遗憾 希望孙邪志今后不要再牵扯进债务纠纷了 希望他能在事业上多多努力 再创佳绩 更希望孙邪志能早日走出往日阴影 若是真的遇到能彼此托付的另一半 还是要鼓起勇气去追求 早日步入婚姻殿堂 迎来幸福生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